搭飛機前要量行李的重量 是正常的程序 但紐西蘭航空還打算量乘客的體重 5月29號開始 到7月2號這段期間 紐航計畫要測量一萬名乘客的體重 以作為飛機平衡調整依據 不過這項調查採自願性質 重量也不會顯示出來 用匿名方式收集數據 除了首題行李 乘客也站上棒蹭測量重量 紐西蘭航空公司近期 啟動一項特殊的調查 自5月29號到7月2號 鼓勵從奧克蘭國際機場 搭機的旅客測量體重 有乘客對此感到訝異 紐航舉出調查重量 是為了精準了解 每架客機載重 以作為飛機平衡的調整依據 以及提高燃油效率 紐航是國營航空公司 疫情前每年運量超過1700萬人士 每週有3400個航班 根據紐西蘭民航局的規定 航空公司可以採用當局的標準體重 或定期調查平均體重 作為飛行時的依據 紐航曾在2021年 對國內線搬機的乘客測量體重 現在行趨緩 準備統計1萬名乘客體重 不過紐航也強調 這項調查採自願性質 也會用匿名方式收集數據 工作人員和乘客都不會看到資料 公司新聞 借委劉強編譯